目擊者說,星期日在順尼派穆斯林統治下的巴林 在一個前一天遇害的15歲抗議者的喪禮結束後 防暴警察和幾百名支持反對派的12派穆斯林發生衝突 警察使用了催淚瓦斯和震盪彈 幾千名示威者高呼口號 一些人舉著巴林國旗 在麥納麥爾南的錫特拉島聚集 悼念這個遇難的年輕人 反對派說,這個15歲的青年人 在近距離被一枚催淚彈擊中 但當局後來對這個人死亡時候的情況提出疑問 並表示要對此進行調查 在2011年,巴林安全部隊和抗議者發生了一系列衝突